你們濟民藥行是否做生意 我們在這裡坐了一小時 你們也沒有人來跟我們聊 不好意思, 我們二柴鬼就回來了 這麼大的藥行, 找個說得事的人都沒有 你們老闆懂得做生意嗎? 他們這麼說 甚麼事這麼吵? 老闆…他們有批山西角想賣給我們 不過大柴鬼病了, 二柴鬼還在貨倉還沒回 不等了…我們這批上等貨 不優沒人要的 你們濟民不懂得補不緊要 我們就賣給何正堂了 你聽不到我伙計說我是老闆嗎? 有甚麼補那麼厲害? 是龍藝蛇, 我一看就知道 原來你是老闆 做老闆你應該懂得貨 我們有批上等的西角 你看, 拿給他看看 西角 看看 真是不錯吧 看西角, 最重要是看看角身不夠直 顏色不夠透白 這樣才為了漂亮的西角 老闆真是老闆, 果然有眼光 這批是正宗的走啊, 西角 真是不錯 老闆, 心而泰 苗天, 你回來就對了 這兩位先生說有一批漂亮的西角 賣給我們, 來, 快看看 好, 讓我看看 好, 讓我看看 這麼矜激的炸瓦西角 真是千金難買的 當然是, 所以要買就趁手了 不知道買甚麼價錢呢? 看你這麼懂貨, 爽快點 十五元一兩, 鐵甲不宜 十五元兩, 價錢比較難看 不知道你多少貨呢? 總共有四十斤 我先跟老闆商量一下 好, 慢慢來 兩位坐下喝杯茶 好… 我老闆說價錢不是問題的 那你何時可以送貨給我們? 你要的話, 何時送到都行 這麼快?這麼矜激的炸瓦西角 存放的倉可能安排一下 或者遲些 我們要遲些才收到你們的貨 不用這麼麻煩 是呀… 為甚麼他們倆聽到人家的聲音 走走, 隔不透? 因為他們身上有事 快走 人家呀 放手, 放手, 放手 是他們呀 人家呀 甚麼事? 老爺, 前面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我可以遮住 放手… 你甚麼堅持大哥 這兩個騙子 把那些磨植了的牛角 來冒充西角騙我們的藥行 不, 敢在那個濟民藥行招搖撞騙 老爺, 紀實大哥, 不關我的事 一場誤會, 一場誤會 人家裝備我, 還死不承認我 這些給你們喝茶 我要他們出來的時候 認不出他們的樣子 大老闆, 我知道怎麼做了 你們都吃得和味多了 家裡回去, 來吧, 小心 這樣的事也由牛角沖西角 讓我一眼看穿吧 除非那個人是蠢材 這兩個騙子, 就是想做到蠢材 開車 開車 苗天, 你真是聰明 一看就知道西角是假的 其實我沒見過柴瓦西角 不過小時候, 我怕在藥士那裡 有一個伯教我怎麼看西角 他說顏色形狀都會騙到人 但是聲音就騙不到人了 難怪剛才你彈了一下西角一下 你又是會看西角的 做老闆, 看人厲害才是最重要的 有苗天衣人才在我們濟民 我的生意一定行 對了, 那個藥王亨經常說退休 好, 去大茶鬼的位置就由你來坐 老闆, 行的 我不夠馬上坐這個位置了 你整天都推三推四 那你說我遲, 甚麼時候才是時候 老闆, 我回去做事 你叫苗天 這位就是我們老闆 兩位老闆請問有甚麼關照 我們有一筆藥材想買給你們賀靜堂 好, 歡迎, 歡迎 兩位老闆, 請到那邊坐 請問是甚麼藥材呢 是爪哇尼的西角 你們看看 賺長叔, 你看看 好 是爪哇尼的, 真是挺漂亮的 爪哇尼的西角確實不妥 不錯… 不錯… 世娘, 我們要出去了 你好好聊天 切好的 neutr眼 把我的倪子放下去, 先賣值一人 來吧, 老闆 什麼事? 我們這位熟客趙老闆來了 說想見你 等都還沒坐戀就說要見客 你請我進來 是的, 老闆 等一會, 麻煩你叫我站長縮來 是的 這批西閣是我早幾天在你們賀正堂買的 你看完再說 不知道有什麼問題 這批西閣其實是牛角假冒的 怎麼會呢 前老闆, 你的意思是說我去賀正堂賣假藥 貨是你們賀正堂賣的 單的都是你們賀正堂開業 有證有據的 趙老闆, 我們賀正堂是百年老最好 絕不會賣假藥的 而且貨物出門, 恕不退貨 沒錯, 你的確是在這裡買了一批西閣 但是你現在拿牛角回來 那是怎麼樣?你說什麼都行 賀老闆, 我光顧你們賀正堂三十多年了 一直以為你們做生意是同手無欺的 想著這次也是亡中有錯而已 想著拿回來搞清楚它 怎麼知道你們現在算怎麼樣? 想著說幾句就這樣算了嗎? 我們怎麼會搞錯呢? 你們這些殺黃的… 趙老闆 算了… 沒必再說了 趙老闆 不是這樣的意思, 趙老闆 小娘, 店舖的生意做得怎麼樣? 挺好… 賀正堂養了很多熟客 生意應該不難做 師兄, 你們九時回家了 快點吃, 走開 不如一起出門口吧 好, 好 店舖很多事都還沒上手 我想早點回去 好 好, 趕快點過去, 到中了 何先生… 哪位?我們是記者 有人說你們賣假貨 把牛角冒充西哥來賣 你怎麼解釋這件事? 人家有單有據過來退貨 你們就說人家敲捉過 又趕人家走, 不如你們回應一下 到底這件事你解釋我吧 我們賀正堂怎麼會賣假藥的? 細娘 我不知道 贊長叔說西哥是真的 你不知道, 你是老闆 怎麼會不知道藥材是真還是假 你們是不是有心騙人? 不是的… 不是的, 藥材是死人 藥材是死人的 假藥材是死人的 大家冷靜一點 我們賀正堂八年老字號 一定不會賣假藥的 我想當中是有誤會的 不如讓我們先回報頭了解一下 鑼鑼去脈 如果你有結果再跟大家公布, 好嗎? 拜託大家, 先不要捨死我們 拜託了 老闆, 你找我嗎? 你說那個趙老闆敲竹說 現在人家出了新聞紙 說我們賀正堂是賣假藥 他竟然敢唱我們? 我們上次買西角的時候 明明是上等貨 為甚麼現在會變成賣假貨? 上次我看過西角的確是幾次上等貨 你說它是假的話 這就算是人家手工做得好 讚叔, 你幾十年經驗了 你不會分辨假貨的嗎? 大小奶奶, 我是嫌疑的 如果我真的這麼好眼光的話 我做到大賊位了 那你就不要一口咬定人家是來敲燭 我只是跟寶寶說話而已 你是大老闆 買不買的西角是由你自己拿著主意的 現在出了問題, 現在賴了我嗎? 如果你們不滿意的話 可以炒我魷魚 那現在怎麼辦? 你是大老闆, 你說怎麼辦就怎麼辦 算了, 如果沒甚麼事的話 我回去做事了 那你先回去做事吧 細娘, 這件事要解決了 不如我們就這樣賠錢算了 好, 賠錢吧 明天 老闆 過來… 甚麼事? 看看今天這份新聞紙 牛角衝西角? 難道上次那兩個騙子騙我們不到 去了騙賀政堂? 幸好有我們的苗天 要不是今天上報紙 被人騙神騙鬼的那個一定是我 真的被你說中了, 文哥 你老友學了張一走而已 回來了那些人, 真是做鬼也不漂亮 但沒理由的 賀政堂那大巢鬼沒理由看不出這批西角是假的 現在擺明是龍女雞作犯 賀政堂沒有了 將軍一去就大樹飄搖 剩下的那個鵪春賀細娘 甚麼都不懂, 一定被騙了 老闆, 外面來了很多人, 他們說要退貨 又要退甚麼貨 甚麼貨都有, 他們最怕買到假藥 要退回了錢 你出去跟他們說貨物出門鼠不退換 老闆, 外面群情洶湧 他們說明不拿錢不走 最怕一拳十拳拳百日 退貨… 還有一會兒有人送田七來 是否繼續找贊從叔驗收 現在都被他搞到一鍋舖了 還要他來幹甚麼 但如果贊從叔不驗收的話 沒人收貨 店裡始終要有個大茶鬼坐鎮才行 那你就找一個人回來 你快點出去寫一張街招請一個人回來 老闆, 請大茶鬼不跟請他打雜貨 如果真的信任過, 能幹活的 大把大日空爭而要 他們怎麼會看街招找貨 那不是怎樣的 是嗎? 你給我買張最快班次的車票去佛山 請一張車, 過來 請大家放心 你們一手拿單一手拿貨 我們一定會賠給你們的 是嗎? 不用這麼緊張 好, 陳老闆, 我們先處理你 大家穩定一點… 陳老闆, 請到這邊 小娘? 阿芙, 小王哥 我剛去過佛山分號 只知道你們來了這裡吃飯 你約了朋友在這裡談生意 小娘, 為何你突然來了佛山? 我進了一批假西閣給老主股 後來件事還上了新聞紙 現在每個人都拿貨來賀證堂 說要退錢 怎麼會這樣? 是呀, 怎麼上了新聞紙這麼結價 誰的老主股? 那是趙老闆, 那個是趙老闆 怪不得了, 他是在報館做總編輯的 不捨不得你才會站在這裡 你早就要回省城坐鎮了 現在店裡沒了你, 會混亂的 不行 老闆, 我們要留在這裡看老闆做開荒牛 小豪哥呢? 小豪哥不如你先陪我回省城, 好嗎? 我也想幫你, 但我真的走開了 今天早上說不夠人手 還打算在省城邊調別人的那樣 爸爸, 看來這次我們真的要靠自己了 那是怎麼收拖呢? 小娘, 以後還有很多問題等著你解決 賀政堂全靠你了 快了, 伯父 好了… 省城的車子快要開了 快點趕回去, 別走 小豪哥, 回去了 小娘, 你聽伯父說吧 你這樣走出來 賀政堂怎麼可以失去你這個老闆 先回去吧 那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